水立方模型来到活动现场 立刻吸引同学们的注意 究竟人类可以用的水有多少 一看就明了 该怎么做分类 透过游戏 小朋友是边玩边学 一年一次的嘉宁华 践行活动 全家大小一起参与 慈禧志工也在现场说明环保 大人小孩都认同 买个手帕 我要买几个手帕 小时候都是用手帕的 后面都不用了 我们出去不要用那些纸杯 塑料瓶 这样子会破坏环境 让海里的动物无法生存 那以后我们要怎么做 要拿完完饭的东西出来 它从小要有这种意思 所以我们经常去外面吃饭的时候 我们也都会自己带个筷子 爱护地球过得更幸福 大家有共识如何在生活中落实 你我都要立行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蔡黄衍 林春霞广东报道